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近平回击施智洪 奥妙何在 中共两会期间 郑行红前秘书政协委员 施智洪以非常罕见的记者会的形式 来为郑行红辩护 说呢 打老虎不能以传说为依据 而且又说呢 外界对中纪委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的这种解图呢 是下掰编造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跟习近平王锦山 关系密切的财经网 却把施智洪的发言全文整理出来 并配发音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回击施智洪的一种方式 用的是欲擒故纵这种策略 也就是说呢 恰恰在为抓捕郑敬洪来预热和造势 我们知道两会呢 本来就是打打瞌睡 吃吃喝喝 是吧 明星做一些逗乐的事情 这么一个场合 但是呢 现在让施智洪呢 把这个郑敬洪的事情再抖了出来 为他澄清也好 或者是辩护也好等等 这样呢 就又把郑敬洪这个事情呢 作为一个两会的一个焦点 就是两会期间不忘大郑敬洪 这是第一点 非常有意思哈 第二点 财新网实际上这次有意的配发了施智洪的简历 我们知道发文章就发文章 你没有必要就是配这个简历 但是有最关键的一点 这个简历里边点出了施智洪曾经是郑敬洪的秘书 这样一来呢 施智洪怎么去为郑敬洪辩护 都是越描越黑 此地无鹰三百两 就是说呢 你这个郑敬洪到底是不是清清王 这一点呢 老百姓不清楚 也不知道你讲的是对不对 是吧 因为中共官场的话 这个造假说谎 这个司空见惯 但是呢 老百姓对内容他不知道 是吧 不能够确信 但是呢 要看你是什么人说的 看人的地位 你跟他的关系 这点很重要 但是现在点名了 施智洪曾经是郑敬洪的秘书 那这样的话呢 就换句话说 就是说 你为什么别人不出来辩护呢 你出来辩护呢 那你跟他的关系就非常明显了 也就是说呢 这就让这个郑敬洪就对号入座了 正好坐实了 郑敬洪是要被打的老虎 这一点 这就是用欲擒故众的方式来回击 第二点 实际上是用点题来回击 是吧 财新网这篇文章的这个标题呢 他说 狮子洪 冒号 打大老虎不是以传说为依据 那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呢 打郑敬洪不是以传说为依据 那么 是有真凭实据的 那个真凭实据是什么呢 实际上财新网就说 那么你们去看那个 狮子洪的这篇发言 狮子洪的发言里面就是说呢 他自己实际上无意中透露了 中共的部门 有关部门 会给媒体放料 喂料 那这就是说呢 中纪委的文章 实际上不是空穴来风的 是有料的 或者说呢 以这种料或者那种料的方式 透露了这个消息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了 现在从这个目前打火的过程中来看 这个中共有关部门 中共高层 除了给媒体喂料之外 还通过一种敲打的方式 这次在两会上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 这个引人注目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习近平 在两会期间 专门到了江西代表团 去这个跟他们讨论 其中的大奖 就是要致病术 是吧 这个拔病术等等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郑庆红实际上是江西帮的帮主 是吧 那习近平这个讲话的意思 明显的是针对这个郑庆红 是吧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另外呢 习近平这种敲打方式 实际上也是在侧面的这个回击 施智红为郑庆红所做的这个辩护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这次呢 施智红是吧 反复的讲 传说不足为信 但是呢 我觉得传说正是民意的一种表达方式 说明了老百姓 他是愿意相信郑庆红会被抓捕 或者说是 是希望郑庆红被抓捕 施智红这次发言当中 他用了社科院一个 全国性民意调查的一个结果 这个民意调查就是说呢 反腐败的这个信心指数啊 在近几年之内呢 不断的攀升 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呢 我觉得这也是财新网 在故意的用施智红的嘴 实际上来点出 习近平和王启山 现在还不想说出的这个话 实际上民间说啊 民间传说要抓捕 郑庆红和江志明 是吧 正是老百姓的一种意愿和民意 只不过是在现有的中共环境下的 一种特殊的一种语境 一种表达方式 是吧 这跟打牙语也好 这跟就是说 你懂的是吧 这种方式也好 跟那个童谣等这种方式 都是民意的 一种不同表达方式 我想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最后 我想郑庆红作为江泽民犯罪集团的一个军师和巨贪 同时也是镇压法轮功的一个元凶 这一点是一个不能抹杀的一个既成事实 但是呢 这个既成事实从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层面流传开来了 就变成了传说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一点见解啊 至于说 什么时候抓捕郑庆红 什么时候抓捕郑庆红 这个进入正式的程序 或者说呢 什么时候正式公布 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打虎的一个具体的部署 但是呢 郑庆红的落网 什么时候落网 这还是在表面层次来看 是吧 更深一层来看 我觉得哈 这个实际上是善恶有报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犯了罪 是吧 做了恶 一定会遭到上天的这个报应 这是天意 因此呢 我觉得为郑庆红 江泽民这些人辩护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应该呢 收集江派犯罪的证据 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才是一个正路 好 这次节目就到这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